面对高龄化社会 国内高龄产业人才需求大幅上升 看准高龄照护人才抢手 东海大学台中荣总与荣民之家 签署合作备忘录进行长期合作 未来双方将共同提供专业师资 设立高龄照护中高阶人才培育方案 并且到台中荣总与荣民之家来实习 与高龄照护产业实质串联 提升学生的就业能力 东海大学校长与台中荣总 共同签署合作备忘录 看准社会逐渐高龄化 照护人才抢手 东海大学台中荣总与荣民之家 签署合作备忘录 针对培育高龄照护中高阶人才等工作 进行长期合作 在我们辅导会三级整合的体系之下 所谓的荣总荣苑跟荣家 照顾荣民的这个宗旨 同时结合学界 特别是东海大学 他们有全方位的各式专才教授 那我们希望能够引进 他们给我们一些新的观念跟想法 包括长期照护 高龄 还有全人全程照护 传统的医疗思维都着重于 治疗疾病本身 但是面对老年病患 或具有多重慢性疾病的高龄患者时 高龄照护更强调原有的日常生活能力 与生活品质维持 东海大学也希望藉由结合医疗护理专业以外的领域 与高龄照护产业实质串联 提升学生就业能力 这次签约主要就是希望我们可以跟台中荣总 还有中章的荣家 就教学研究方面来做全方面的合作 那希望对于我们的人才培育 还有在这个产学合作研发方面 甚至于对于我们在提升 我们这个高龄者的福祉方面 都能够产生具体的贡献 此次签订合作备忘录 结合了中章与章话荣民之家 共714名荣民 愿方期待跨领域整合团队 先由荣家长者服务开始 大家共同促进高龄医疗合作 提升长者与荣民的高龄照护品质 未来推广到更多高龄长照体系 记者杨充环台中采访报导